图坏迴圈它的结构类似像这样 就是它的语法一定是在上面有个度 下面有个坏 判断的部分呢 本来这个应该如果跟原来的坏比的话 简移是说原来在上面的位置 被度取代 它丢到下面 图坏的条件是一定是摆在那个结构的 就是条件式的话一定是摆在最后面 也就是说先执行什么 这个区块的叙述一次 就是一定会执行一次之后的话 再做条件的判断 那基本上for跟while叙述可以相互取代 而不可以使用这个dowhile取代 其实当然就是forwhile我们之前面是有讲过 两个之间可以互相取代的 那dowhile其实这边讲的不能取代 是因为它一定会做一次 所以如果说如果你要避免它是否一定做第一次 你当然也可以在肚里面再做一次判断 但是会有点麻烦 变成说你既然会用dowhile的时候 一定是你一定要先做一次之后再判断 否判断的话你这样用dowhile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如果你遇到程式里面一定要先做一次之后 你就会用dowhile 不然的话你这个用dowhile要跟这个for回圈取代 其实也是没有意义啦 所以接下来的话再来就是说这个叙述部分 OK那比如说我们进来看一下 假如说像刚刚的那个加总部分 其实也可以把它做一个改变 那改变的方式的话 其实各位也可以把刚刚的那个 我们这个范例做修改 那修改的原理原则也非常的简单 我改一次 其实全部刚刚做过的又可以全部又可以改成dowhile 而且全部跑出来都一模一样 基本上它是可以相通的啦 那比如说像我们sum里面有个底线whi 这个那我是把for改成whi 那如果说我今天跑出来这边得加5050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改成do回圈的话 一样我们把它做版本关掉 不然你改完之后的话那个就不见了 这边地方我把它改成do好了 就是加一个do 然后前面的部分cove 把这个OK 按一个确定 利用这个来改 那要怎么改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第一个其实这边可以放大 我的习惯是把它放大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非常的简单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刮斧的位置 第一个请你找到后刮斧的位置 然后呢把whi的位置怎么样 直接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后刮斧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直接在原来的位置 打一个do 然后在最后怎么样 记得搬过来 要加个什么 分号 好 然后再按Ctrl shift加F 就好了 Ctrl 反正就是你乱掉格式的话 你可以把它重排一下 不然你看到这边调半天 调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执行起来看一下 5050 一模一样 好 那因为这一题 反正你先执行后执行都一样 反正一定都要执行 所以do whi跟whi 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刚刚再把重点讲一下 第一个 把这个有没有 先搬到 从这个位置 搬到这边来 好 那搬过来之后呢 你可以加个分号 把它结束掉 在上面打个do 那基本上 run出来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另外其他像 我们刚刚有 其实九九层发表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九九层发表 比如说这边有个坏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搬一搬 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个 给各位看一下 do do 有没有 然后其实位置都一样 原理原则我刚刚讲过了 run起来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这边好像是用那个层 这边改 改这个也可以 run起来 基本上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那改哪些地方呢 一样嘛 你就是把原来 fire的地方 把它怎么 把它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边来 对不对 然后这边原来的位置 再把它改个do 就ok了 好 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看 fo回圈改度回圈 你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话 稍微了解 前侧后侧 这个是所谓后侧式回圈 好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像那个 除了99-100之外 印出这一个 信号的部分 也可以练习看看